修行人应明觉横著 今天给大家讲修行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修行 那么修行人这几个字 到底意味着什么 你们徒弟称不称职 如果是一个修行人 必须要有一个境界 对人间发生任何痛苦事情的时候 都要有承受能力 境界要慢慢提升 而且修行的人 修到一定时期 要随缘 要不觉得痛苦 因为当你觉得痛苦时 你还没有真正脱离痛苦 修行的境界 要提升到一定的层次 才能被称为修行人 作为修行人 首先要做到不生烦恼 你今天在修行 而烦恼四起 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修行的人 就算烦恼已经生起了 自己要用智慧 在心中立刻制止 这才能称得上是修行人 修行人 就算生起烦恼了 为什么说 就算生起烦恼了 因为人都有七情六欲 有烦恼胀脏出来时 你要立刻制止 告诉大家 我们在修行中 心中会有一个魔出来 这个魔 在佛法里称为烦恼魔 烦恼越多 你的魔障越深 必须把这个魔障驱除 如何消除烦恼魔 首先要想到 自己是一个修行人 和别人不一样 不能痛苦 就算痛苦来了 也要制止 而且要慢慢不觉得痛苦 烦恼魔来时 最好的方法是要顺静 顺着静节奏 逆静来时 也要保持平静 不起波浪 不管什么灾难来了 先平静下来 心中不起波浪 其实这就是佛法里讲的禅定 禅定是修学佛法里比较高的境界 如果没有定力 人间的一切都能使你起烦恼 希望你们能修学一点佛法里的禅定 禅定能让混乱的思绪平静下来 任何人间事不能深究 我们要学禅的精神 禅的精神就是境界 不论是顺静还是逆静 它都是顺着静走 用一颗平静的心 心中不起波涛 犹如小河里的水滚滚而来 一流到大海里 什么波浪都没有了 有禅定的人 心就犹如大海一样宽广 能容纳汹涌的波涛 而不起来花 禅定必须自己先稳住 才能定 心气任运 一个人的心所产生的气场 就任由它去运作 任由它去运动 不要阻止自己的气场 比如当一个人很不开心 在生气时 如果你阻止它 不要发脾气 不要难过等等 接下来它就会生病 让它去讲 让它去发泄 发完了就没事了 如果阻止它这个气场 向外发泄 接下来就有麻烦了 最容易生癌症或各种肝病 心中的气场随运走 走到哪里就应该修到哪里 而真正有境界 是不让运去影响你的气 气不生出来 也用不着来运了 另外 并不是恶运来时就不休了 或好运来时就不休了 这都是不对的 应该是 不论好运还是恶运 都要好好修 明觉横柱 明白了 觉悟了之后 首先 能减少执着 因为执着的人 是不明白道理的 明白道理的人 绝对不会执着 明觉横柱 就是永恒的明白 永恒的觉悟 然后 才能将佛常住 才能留住佛性 如果不明白 没有开悟的人 是不能永恒觉悟的 是留不住佛性的 用人间的话讲 看透了 看透了 不自私了 看待明立了 你就明白了 就觉悟了 这个永恒 在心里 才能站住脚 这叫横住 你们要记住 一切自然来 一切自然去 大千世界的 一切事物 无论好坏 都是自然来去的 来也空空 去也空空 如果你能经常这样想 你心中 就不会起波涛 会明白 身上所发生 所接触的事情 都是一种 很自然的现象 会明白 现在受苦 是因为前世 没有修 所以今世受报 是很自然的 你说 还会再执着吗 心中不执着 你聪明的智慧 就永恒 注视人间了 要离开 渴望求取 渴望 是非常饥渴 希望得到 想想看 人能得到什么 如果得不到 渴望的东西 换来的 就是痛苦和烦恼 求取 明明不是你的 想获取 但求实 是非常痛苦的 希望在人间 修行的人 把渴望求取 全部忘掉 渴望换来的 就是痛苦 求取换来的 不是你的 自然来的 才是你的 任何念头的生起 均能在 一畅那驱除 不要令它 残留在心中 因为残留在心中之后 就会给你 带来劫难 任何事物 任何念头的生起 佛法里讲 可以在瞬间 驱除 可是 你们是 任由念头 在大脑中 翱翔 当一个私心 当一个贪念 当一个 很不好的念头 在脑子里 生起时 随它去 那就麻烦了 比如 当听到 一个好朋友 赌博赢了钱 脑子里就会 一下子想到自己 实际上 我也有着运气的 当这念头一出来 你马上要把它 驱除 我不能这样想 更不能去做 是不可以的 我绝对不能做 要一下子 把这个念头 消除 又比如 用水笔 在黑板上写字 就算是 黑色的墨水 当你刚刚 写上去时 用手 很容易擦去 但是 几秒钟之后 就不容易擦去了 当有不好的念头 升起时 就会在你的 八十田中 种下不好的瘾 菩萨教我们 一个驱除的方法 当你有不好的念头时 和想法时 当你愤怒时 你要趁它 刚刚出来的一瞬间 马上驱除 如果能在 瞬间驱除 你就是一个智者 当一个不好的念头 升起时 就会在心中 生一个恶果 不要让它残留在心中 所以菩萨教我们 要快断除 如果残留在心中 就会给你 造成瘪影 一般人 在没有正道 和开悟之前 诽谤他人 开悟法门 将有百节 轮回一千个生 百事断佛性 一般的人 在没有开悟 还没有得到 佛菩萨 这个道之前 他没有开悟 他如果诽谤 开悟法门 一定有恶果 开悟法门 是普遍讲的 不是专职 某一个法门 你不开悟 你就没有这个法门 你开悟之后 就得到这个法门 你诽谤他 你有百节 一节 为一个受难 一千个生 百事断佛性 如果一个人 诽谤一个正道 他有一百个劫难 有一千个 生死轮回 投生一百世 没有佛性了 再也看不到佛性了 就像投胎到 畜生到一样 没开悟的人 实际上 是没有得到 这个境界 没有境界的人 不要去给他讲法 师父给你们讲 许多弟子在修 但是 他们的脑子 是没有超脱 凡尘的修 应该把人世间的凡尘超脱 超脱 实际就是开悟 开悟之后的修 修出来的感觉 和没有脱离人间的 烦恼道的人在修 那是两个 截然不同的概念 一个是 带着烦恼在修 一个是 完全超脱 烦恼道在修 你们说 修出来的 是不是一样的 一个是 真空包装 脑子里很干净 一个是 脑子里 杂念多多 妄念不断 比如 你在念经时 一边做事 一边念经 和你规规矩矩 在佛堂里 安安静静念经 念经的效果 能一样吗 你们把自己 修心的境界 拉到烦恼道 然后再修 当然 是很累的 一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